人权议题没有在欧习会上被正式提及 不过习近平出访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 欧习会所在地以及习近平下榻的酒店门口 都有数百名抗议人士高举横幅 包括了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媒体都派记者到现场报道 在我身后的这条路叫做Bob Hope Drive 据悉今天下午习近平去会晤的时候就会从这条路经过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条长达半英里的路上是布满了抗议的人群 在我身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藏人的抗议人群 在他们之后基本上都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 在我身边的这位法轮功学员他今天早晨是四点钟起床 那你今天是几点钟到这来的呢 六点左右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北京来的 为什么要到这来 因为法轮功受迫害以后我是亲身经历的 2000年到2003年判了三年大刑监狱 这个对法轮功的迫害时间太长了也太残忍了 必须立即停止 而且对那些迫害以江泽民为首的元凶 一定要用法力远程 昨晚从北加州驱车南下的中藏友好协会协调人 曹万尼亚萨洛表示 西藏问题没有改善反而恶化 现场还有包括民运人士以及越南团体等数百位抗议人士 在华氏110度的高温以及烈日的曝晒下 平和地表达他们期望习近平能改善中国人权现况 给予人民宗教自由 并不要成为临近困难国家压迫人民的帮凶 参加这次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来自南加北加阿里桑拿 接下来还有一天的活动 这是新唐人记者肖民黄文华在棕榈权的采访报道